大家好,我是紫金 我這天來到Pokemon Center 這天進行了尋寶遊戲 他要你選豬指,其中一個月三家 然後去三個地方記下片假名 總共有四個片假名 我選了火煮 第一條問題是,同時可以有多少人玩 四個人,我就記下片假名 你隨便走一走 都會看到其他屬性的答案 水屬的問題就是全國的朋友 你走一走,都會看到不少商品 以及很多元化 這邊會看到神獸 綠色是草系的題目 這邊也有水系的題目 不同版本也有不同的衣服 可惜的問題就是博士是誰 不同版本博士都不同 記下片假名,又可以去其他地方找一個問題 好像草主的資訊 這邊又看到另一個草主的問題 草主的問題比較簡單 開放世界 但是我要找的不是草主 地方都是很難找到一些你找不到的精靈 我覺得大家有興趣 來日本的時候都可以看看這些商品 我覺得是比較有趣的 這邊終於讓我找到火煮的答案 就要把剛才收集的三個答案 拼了一個四字的片假名 最後到旁邊的補償檔 選擇對的答案 然後用鎖匙去打開補償 這個答案是NoneBD 開完之後還有一個問題 問你這隻呆火惡的屬性是什麼 你把日文答案 即是可能告訴店員 你就可以獲得精美的貼紙 我不知道是否三隻都可以做 但我只做了這一隻 這個活動可以免費拿到貼紙 可以透過答案 給你知豬子的特色 我覺得是一個不錯的活動 然後我想到我怕我會加入光飄儀 玩到豬子 最後就夾了手掣回來 另外這種比較新活式的影片 我是第一次做的 如果有什麼可以改善呢 例如節奏和角度方面 我也歡迎大家提出意見 多謝大家的支持 我們下支影片再見 拜拜